剛剛看完櫃前賽第九集 老實說 觸動了高登仔的內心感情 就不是說觸動了姜濤 但其實我們整集看姜濤的表現 這集屬於情感爆發的一集 為什麼呢? 其實是三條線 三條線觸動姜濤的情緒 在這一集 等於是阿孝的角色 第一個觸動 觸動了姜濤的感情 她媽媽4年了失蹤 突然間今天回家 要找回兒子阿孝 當然失蹤了4年 阿孝當然沒那麼容易 就範 一到就沒辦法接受 她媽媽離開這個情況 把媽媽趕走 結果第二個觸動就是 她跟好兄弟朱潤的感情 因為朱潤也希望她們母子能夠 團聚 只不過作為一個好朋友 說聲希望她們母子 冰式潛熱 當然朱潤也是一片好心 但其實哪有那麼容易 這麼多年 四年都送傷害 離別的傷害 情感的破裂 然後就罵朱潤 結果引致到籃球場上 都沒辦法協調 甚至吵架 整傷了 結果就觸動了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 因為朱潤和她媽媽的出現 觸動了姜濤的情緒 引致第三點就是 河馬開解姜濤 令姜濤三個情感爆發 這三段戲很考驗到姜濤那種 對於內化感情的演繹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不容易 因為在一集中 要處理三種感情 不是那麼簡單 特別是 在我們眼中 其實姜濤也是一個新進演員 雖然她出道了很多年的四年 但是今次 她之前有 她媽媽進了第二個的底 所以 其實她在季前賽 一定有一個基礎 所以 基本上 就難得她 有很多人說姜濤真的做得好 今集就做得好 其實 一定支持我八集 鋪排今集的爆發 因為差不多到中段時間 一定有一個高潮位 高潮位當然是打籃球 但是其實 這些情感爆發 才能夠考驗姜濤的能力 但是 我們要繼續支持姜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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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